譚老師一百六十四公分 一直保持五十公斤 那麼他吃得很均衡 每天走十幾公里 十幾公里是幾步 其實大概是一萬 一萬五到兩萬 但是我常常不小心 就會走到兩萬多步 兩萬多步 對 大概十三 十四公里 因為你在醫院嗎 不是 我通常就是 我會刻意地走路 譬如說我去出差 然後從高鐵要回我家 我家住六張里 我就會從高鐵走回去 大概就是六公里 從高鐵站你是從南港 還是從臺北車站 臺北車站 走到六張里 對 其實很快 對 就是你只要養成 走路的習慣的話 你會覺得好像很自在 家裡車都要抖了 你說不多 後來坐 對 像我兒子他每天下班之後 就從臺大醫院走回六張里 他覺得這樣也是一個紓壓 臺大醫院走到六張里 也是很遠 對 大概是五點多公里 五點多公里 而且那個不是那麼好走 因為你有紅綠燈的問題 對不對 但是你紅綠燈 就是停下來休息 對 你剛剛好像很震驚 我高中的時候是 是曾經從中正高中 走回永和 那個時候體力是可以的 中正高中在士林吧 對 真的這樣走 走回永和 為什麼因為車子太擠 擠不上去 對 那時候都要用推的 所以我們乾脆用走 剪卡那個時候 對 一張卡就給他一直剪三四格 一直步 對嘛 所以那個時候會走 但是現在現在不會了 捷運太方便 捷運太方便 那多走還是不錯的 對 就當成運動 主廚 是 你有用走的嗎 有 我每天會走 我每天也是走差不多一萬 一兩千步 好 你也是一六四五十公斤 沒有啦 這個好遙遠 我是一七八七十七 一七八七十七 其實你身材還是不錯的 沒有 不過剛剛大家就講要少吃 少吃對餐體力怎麼會好 其實應該不是說少吃 我覺得應該是健康吃 盡量就是不要吃一些 比較加工的東西 像我跟唐老師也認識很久 他那時候也都一直跟我講說 你不要吃加工品 我就開始慢慢地 其實我坦白講我加工品 現在也幾乎都不吃 那以前呢 以前常吃 吃什麼 培根 貢丸 什麼 舉凡可以吃的 我大概都吃 培根 是 變得簡單滷滷滷 好 好香 對嗎 沒有吃人生還有什麼 是啊 但是真的不能吃多 好 不吃多 對 因為我其實我吃了之後呢 我發現說 因為其實這幾年的疫情 現在疫情前 那時候有一陣子都是 梅雨季節 我以前都是晚上下班的時候 都會去運動 在中正經驗南大附近運動 那後來就是 有一陣子沒有運動之後 又遇到疫情 變成根本就沒有在運動 所以我大概有運動的部分 荒位了大概兩三年有 那包括像我以前都是 也滿常吃外食 但我吃外食 不會是亂吃 都吃滿精緻的一些餐廳 但是後來就是疫情的發生 精緻的餐廳才慘 沒有 我吃的所謂精緻的餐廳 是都素食的 也沒有什麼加工的東西 那後來我是在家裡 就開始都會做一些 烹調的一些食物 譬如說我常常會去 美式大賣場買一大堆牛肉 買一大堆什麼回來 就是每天都煮 吃牛排 吃什麼燉牛肉 吃什麼有的 沒的 怎麼吃 健康狀況又不好了 這樣喔 是 對 好 那湯老師 你的運動就只有走路嗎 我就是有爬山 那當然我有做一些 那個肌肉的那個訓練 重力 那所謂核心肌群那種 對 對 但是我就是坦白講 還是以爬山為主 對 對 是是是 那我們台灣人 現在變得愛吃肉 跟大家報告 台灣人的人均肉食量 五十年前是四十一公斤 我想這是一年 二零二一年 我們來到一百一十三公斤 換句話說一個人 一天要吃差不多 三百公克 對不對 剛剛湯老師有講 它蛋白質一天才六十克 對 然後我們這個養的這個 禽醋翻了三倍 2020年的這個報告 我們的主食 從過去的稻米 現在變成現在是肉類 那麼有一家連鎖的燒肉店說 他們每一天消耗的肉品 大概是四千公斤 一天喔 一天喔 那請教伊莉 要吃肉到底好嗎 其實吃肉吃肉這件事 就是說以前人覺得肉 就是可能豬肉啦 或是牛肉這種的 其實肉在營養學定義裡面 它包含了豆類也是肉類 提供蛋白質 然後魚 海鮮 然後加起來那個就是說雞鴨鵝鵝這種的 然後像四隻腳的那個都是肉類 所以台灣人其實他這邊調查 我們有營養調查 最喜歡吃的肉 我們台灣人最喜歡吃的肉是豬肉 豬肉 豬肉 豬肉就是四隻腳 所以我們在呼籲說 現在要吃肉要吃得健康的 就是說一半可以紅肉 不過一半我們建議說 要吃一些海鮮 或者是說魚類啦 現在很多抗癌的這個研究裡面 文獻都發現就是說 以前我們說吃菜吃素食 比較健康嘛 然後現在發現說 如果素食加上魚 它其實有助於一些癌症的預防 包括乳癌 包括大腸癌的部分 我以前因為我家大高雄 我以前我餐盤裡面 我媽媽也都煮魚了 我家最多的就是三把魚 對 然後我們家都是 大概一個人會有 就是一個巴掌大 一餐啦 會有這樣一個巴掌大的 這個四目魚啦 所以現在我們建議就是說 尤其是說過五十歲以後 我們會建議肉要吃 要吃 不是說以前都雞不要吃嘛 要吃肉 不過你可以當多樣性的變化 像我剛才說的 你可以變成豆腐 豆干 還是說海鮮類 魚類的部分 通常我們是這樣計算 譚老師都吃得很健康 他的早餐 比如說像一顆蛋 然後一顆蛋 比如一顆 這樣一個手掌這樣 如果說兩顆蛋 就是一個手掌這樣大 通常是早上兩份蛋白質 中午至少兩份蛋白質 晚上再兩份 六份是最一般成年人的平均值 這個一個手掌大 女生的手掌大 這個叫兩份 所以有時候我們的平均 那個蛋白質就是百塊肉 百塊魚 那種 那我們評估下來的話 銀髮族大概都只有吃到四份左右 因為早上一個人有夠 然後中島他可能是跟他先生 可能吃前一天剩下的 所以可能兩的人分一塊魚 我們常常看到或是兩個人分一尾的魚 那那個魚才兩份而已 你分一尾你給他吃一份而已 所以我們會遇到是這樣的問題 譚老師有沒有什麼肉你不吃 我其實不吃牛肉 牛肉不吃 然後不吃組合肉 組合的肉 對 為什麼 因為組合呢 他就是很多人都說組合肉比較好吃 不過因為以前林是在洗腎嘛 所以我們對組合肉就會比較擔心 因為它是很多的碎肉 然後加磷酸鹽 然後把它定型在一起的 那因為為了健康的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就不吃組合肉 你有沒有去住過那個飯店的早餐 培根啊 整個滷滷滷 你怎麼不覺得說很好吃 因為我們比較少吃這些東西 那你如果不吃過這些東西 你其實不會想要去吃 真的喔 那你還有什麼肉不吃 其實大概就只有這樣子了 就這樣 對 那你這樣如果活到一百三十歲 我們都死了 你有什麼意思嗎 沒有 我不希望長命百歲 對 坦白講我現在覺得長命百歲 是一件不好的事 但是我這樣吃並不是為了長壽 我是為了不要拖累別人 比方說家人 對 我其實是不希望拖累家人 但是我其實真的一點都不希望 我長命百歲 真的喔 但是你可能這樣吃就會長命百歲 我不會 我覺得不會 雖然我覺得我這樣吃 我的體檢數十年來 都沒有出現過紅字 沒有任何一個數字 沒有任何一個紅字 對 沒有一個項目 但是我也沒希望長命百歲 坦白講 就是我會長命百歲 我不然這樣好了 有一天你如果真的一百多 拜託去幫我們掃墓 好 如果還可以動的話 好 那沒有問題 你不要小看喔 我跟你講 醫學的進步 我覺得以後真的很多人 會活超過一百歲 而且還能動 而且還能動 真的啦 我覺得長命百歲應該是蠻痛苦的事情 怎麼會 因為我看到蠻多 像那個在法國吧 好像有一個人他一百多歲 而且他澳洲 他還能夠工作的一個學者 然後他是選擇去 瑞士安樂斯 為什麼 他就覺得活得太久很痛苦啊 對 所以我覺得活太久 應該也是痛苦的 我覺得活太久會有個原因 是你周遭朋友都死掉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很孤單 對 你會覺得說 我們就去他的幕開一看 怎麼樣 先走喔 你希望我會活到幾歲 我大概正常平均年齡 八十幾歲差不多啦 八十幾 我剛剛太久 朋友 上帝都 那個造物者都看我們這節目喔 你真的講了他就會實現呢 對 我覺得活太久 有時候可能你的身體器官 還是會老化 對 我覺得可能 也不是那麼的健康啦 我感覺啦 差不多平均女生 大概目前大概八十七 八十六那個年齡 平均壽命啦 八十七啦 對啊 宿清呢 你差不多這樣 因為我的經濟花費狀況 不容許我活那麼久 又是經濟状況 入不乎出 不是 我們常常講說 因為你要活得越久 你要準備的錢要越多 對啊 所以 OK 等一下繼續 你咧 主持人 我比較沒想要討論 我會換換 為什麼 因為我身邊的人 我們家人 有經歷過一些病痛 對 所以我就會對這個東西呢 會比較敏感跟忌諱一點 所以我都不會去討論說 我到底要活多久 希望啦 就希望啊 希望 希望的話就是可以活更久一點 更久 因為像 百日有夠嗎 百日 沒有 因為像我們現在一些退休人員 多久領得越多 你如果退休做一次領 你就沒辦法多久領得越多 你如果 現在我們退休金 那麼隨著你的工作 在一直走的 是啊 但是你能夠退休 可以領得越多 但是我覺得這不一定 反正你領得到過天就割屁了 想我好 想我好 就給你踢的利益 劉醫師 你要玩過嗎 就能動的時候啊 不能動就差不多可以走了 就是這樣 你覺得差不多幾歲不能動 大概現在如果 我看他們其實 我最近才開一個八十九歲 很好耶 真的很好耶 所以可能真的好好 注意自己的生活 大概九十左右 九十左右 九十以後大概 真的活動力很好的不多 真的是 是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